好 确实啊 如果说重阳祭祖是中华民族 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要的溯源 那么祭拜皇帝呢 也就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 凝聚共识的精神纽带 那就相关话题 总台记者高瑶 稍早前也采访到了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历史学位学部主任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 我们归纳了中华民族三大特征 第一就是多元议题 各地都有自己的文明的起源 形成的过程 同时他们之间相互的紧密的联系 构成一个整体 所以我们现在的发现 我们发现长江流域的 我们叫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 实际上共同构成了 中华文明的主要的根脉 所以我们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都是中华文明的摇览 怎么样能去更好的去发扬和传承 我们说中华的传统文化 你刚才讲得很重要 就是我们想现在 因为总是一直强调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黄帝文化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 黄帝的那种精神 那种和和的精神 一系列的这种人文的精神 为什么尊黄帝为人文始祖 他所开创的一系列的精神 实际上一直到现在成为 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的基因 精神的基因的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几个方式 一个就是像我们这种 对黄金的祭拜 应该更广泛地让民众来了解 总是讲中华民是联系过 海内外华人的纽带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可以发挥成更好的作用 quarante 他回到街桶 阳